高雄市臣姓女子僅因与张女相处不目 被控去年4月涉嫌实实实投刮 张女停在超商前轿车烤漆 桥头地院法官认为臣女触犯毁损他人勿品罪 判处臣女拘役20天得一颗罚金2万元 全案人可上诉 判决说臣女48岁去年4月4日之一点多 见张女轿车停放在高雄市一家便利商店前 持手剪持石头刮损 轿车辆后尾门右后叶子板 左前门机左前叶子板烤漆 使烤漆原油保护及美化外观效用 丧失而不堪用租生损害于张女 张女发现车子烤漆受损后 报警追查 警方调约超商前监视录影器画面 查出是臣女所为 臣女遭法办起诉 法官省拙 臣女不思以理性和平方式处理 与告诉人嫌隙 尽持石头毁损 她轿车烤漆 显不尊重他人之财产 法系观念淡薄 迄今尚未与告诉人达成和解 赔偿损害 依法判处拘役 20天得一颗罚金 高雄市臣姓女子被控去年4月 涉嫌持石头刮损 张女停在超商前叫车烤漆 法官认为 臣女处犯毁损他人物品罪 判处臣女拘役 20天得一颗罚金 2万元 除为桥头地院外官 图本报资料 照片分享 感谢观看